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阵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奇幻电影 《心血鬼祝生》 达伦和史蒂夫是好基友 达伦品学兼优 深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 喜欢研究蜘蛛 史蒂夫则像个小流氓 不爱学习 但是很爱研究吸血鬼 经常带着好学生达伦逃课去干坏事 达伦的父母因此禁止他们来往 他们只能偷偷地做地下铁哥们 这天他们在路上接到一张从车子上飘出来的传单 上面宣传着一场传承五百年的畸形秀 当天晚上两人就趁夜色溜出了家门 观看了一场盛大的畸形秀 各种各样的畸形怪人目不暇接 真是开眼了 当最后一个卷毛带着自己的蜘蛛上场的时候 史蒂夫一眼就认出他是书里画的那个吸血鬼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吸血鬼 杀死那些他不喜欢的人 达伦的眼睛也在放光 因为他看上了那只蜘蛛 表演结束后 达伦偷偷溜进卷毛的休息室 准备偷走蜘蛛 刚准备开溜 卷毛就和同伴回来了 达伦不得不躲进一柜里 在偷听两人的谈话中 证明他们确实是吸血鬼 达伦还从中得知 若干年前吸血鬼和吸血魔就势不两立 如今战争一触即发 他们必须阻止 幻音刚落 史蒂夫就冲了进来 要卷毛将自己也变成吸血鬼 但是卷毛以他的血液很邪恶 为由拒绝了他 气不过的史蒂夫只好离开 达伦也趁机带着蜘蛛溜 却被卷毛发现 无奈之下 他只能匆忙躲进一辆车里 车里的吸血魔胖子 似乎对他很感兴趣 说以后还会联系他 第二天 达伦将蜘蛛带到学校去 没想到被史蒂夫发现 他还在生气 卷毛不愿意收留他当吸血鬼 气急败坏地 想把他的宠物蜘蛛弄死 结果粉被身带剧毒的他咬了一口 昏迷进了医院 达伦只好去求卷毛救救自己的好朋友 卷毛却以要他当自己的助手 变成半吸血鬼 作为条件交换 达伦为了机友只能同意 而这意味着他要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人 卷毛给他伪造了死亡现场 所有人都以为达伦死了 给他举办了葬礼 卷毛再趁夜色去挖坟 把达伦救出来 史蒂夫在葬礼上 发现达伦变成了吸血鬼 觉得他背叛了自己 抢走了自己的梦想 便投靠了吸血魔胖子的阵营 将达伦的亲人和心爱的女孩都抓了起来 达伦和卷毛前去营救 一番大战过后 吸血魔胖子带着史蒂夫离开 达伦做救下了自己的家人 和自己心爱的女孩在一起了 然而故事却没有这样结束 说实话 这部电影的铺垫过于长了 讲了很多东西 却好像什么也没讲清楚 我姐说的只是剧情的主线 由于票房的不理想 十年已经过去了 也没有出第二部 结尾留下的悬念 也没有人能知道后续了 但我们都知道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变成吸血鬼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下期见啦